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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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 我跟你講 我本庄裡面呢 很多人在找台南的韓式料理 今天我在安屏呢 就找到一間非常特色的韓式料理喔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他還有韓國豬腳喔 沒有吃過吧 我跟你講我上次吃阿 他完全不輸萬卵豬腳喔 而且他的小菜還是吃到飽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吃吃看吧 我們走 I love the way you're touching me Electricity, what you're doing to me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my name In your crazy games, screw the way you tease me Just one more time I cannot fight this feeling And put your lips to mine All that I'd ever want But I know you're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I can really trust No, caus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Baby, what about it I walk away I won't get too far I try to stay Bounce from where you are Such a girl gonna break your heart That's what other people say I walk away Why is it so hard I try to walk away I try to walk away 來,我所有的餐點又上來了 超豐盛的 超級爽 而且今天我們剛好同行友人生日 所以我們要加點一個這個 這要趕快吃 叫做蛋鍋 誒 好嫩嫩的蛋入口了吧 還有牽絲的起司 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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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這個 哇 不過他生日打卡 他是送蛋鍋 然後這個起司是我們自己加的 你來這裡啊 我勸你一定要加起司啊 你看到嗎 唉唷 我跟你講 它是濃濃的蛋 配上高湯 之後呢 裡面全部都是海鮮料 我剛才吃到 薰肉絲 我現在咬到蝦子了 這蠻不錯的 我又咬到花枝了 海鮮料真的很豐富耶 這真的很好吃耶 還有 這是韓式炸雞 我記得洗海皮來探休假的 還有那個拉絲的感覺 來給你彈一下 唉唷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哇 超讚 馬上那個紅醬的香味就有了耶 好燙 還有醬之外 它皮還是脆的耶 真是超幸福的啦 它外面那一層脆皮喔 還帶有一點脆感 然後醬 非常非常的濃厚 它有起司的包覆 好好吃喔 那個幸福感整個飆升 你知道嗎 超正的超正的 來 韓式煎餅 它透厚度很厚耶 吃一下吃一下 海鮮煎餅 酥酥脆脆 這個酥脆口感超級棒 而且它裡面的海鮮啊 就是每一個很平均 所以你每一口咬的到海鮮 然後最好酥脆 然後裡面那個粉漿感 然後裡面那個粉漿感 最到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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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點主食 濕鍋拌飯 它的料超豐富的有沒有 超多料的耶 而且 剛剛上來的時候 我看到它 醬給很多 所以它這個味道 應該會非常非常的濃郁 有沒有都是料啦 整個手都是料 吃韓式料理齁 就是啊 享受這個味道豐富的感覺 吃起來就是 吃一個非常大的衝擊跟滿 好好吃耶 它這個料給了很多 然後肉啊 是給了大片的 所以你吃了飯 然後跟肉 有點像你在吃那種 肉包飯 肉包飯那種感覺 它嘴裡非常豐富 然後蔬菜也脆啊 薑醬味 好吃 那個部隊鍋 來啦 部隊鍋齁 就主要是吃這個 起司跟麵 哇 哇哦 配個肉 配個肉肉 有沒有看到那個麵上面那個湯汁 超濃郁的 就是因為 起司關係 它起司給的 很大氣 這間真的很棒 香菇把湯汁吸進去 好好吃喔 來口面 被擋到 起司跟韓式辣醬真的是 絕配 它的湯啊 濃濃的包覆出那個麵 然後麵Q 因為你試過韓式麵的 你就知道 韓式的麵啊 帶精心比較重 Q 然後帶著那個 醬啊 一次入口 很好吃 很好吃 最後 很少很少 韓式料理餐館 他們會去賣 豬腳 可是其實在韓國啊 吃豬腳是他們非常 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豬腳 一定要是半肥半瘦 來一下 肥瘦各半有沒有 油油亮亮的 然後再一點它的醬汁 然後它是包生菜汁喔 很特別 這豬腳很厲害耶 它是油香啊 最後外面那一層 有一點你在吃那種 很棒很棒的 控肉那種感覺 味道非常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肉了 它中間那層油脂啊 在嘴裡是化開了 就是皮 然後一點點油脂 然後到肉 然後肉是完全 柔嫩 柔嫩喔 進到嘴裡 然後就是那種 醃製非常入味的醬料 很好吃 真的超推的 你怎麼來家 這些豬腳 一點點要點 我跟你說 這 認明它 然後我們點的是 辣味的豬腳 它有原味的豬腳 可是它辣味其實沒有很辣 它一點點 一點點微微的而已 沒有很刺激 超好吃的啦 我等一下要趕快把它吃完 我不分其他人吃 好 那就吃完 我們再來跟你做個簡單結尾 好飽喔 又是一整桌耶 真的 好滿足 好爽喔 今天吃起來 比上次滿足多了 上次喔 我覺得味道不太夠 這次味道超級充足 真的 應該是有換廚師 我覺得有 尤其是那個煎餅 這次我剛才在吃那個酥酥脆脆的那種感覺 酥酥脆脆的那種感覺 酥酥脆脆的感覺 酥脆脆脆的感覺 非常的完整對不對 我印象比較深刻是那個炸雞啦 上次那個醬 下的比較淡 不太夠 可是今天醬 我覺得下的好足喔 好滿滿耶 我覺得這樣吃就很過癮 超好吃 其實我覺得老闆只要記得醬 下足一點 就好吃了啦 那個醬說真的就是基本的水準 但是你不能夠 不給到那個量 對啊 那個量很重要 它就跟麻醬麵的原理一樣 沒錯 敢給就好吃 麻醬濃厚 就超好吃 真的 而且重點是它那個皮啊 欸 醬這麼多喔 還是酥脆的 真的好吃耶 你老人來喔 醬不夠 跟老闆講 加醬 加醬 幫我加到底 對 如果不加 你說阿波叫我加的 真的 給他打電話 嘿 雖然他沒有電話 他打電話 阿波要打電話 差不多阿波的電話是他 來 給你試試看粉絲團 欸 卡伊林啦 卡伊林 露燥 伊酒不行啦 哈哈哈 去我打給我叫一下 哈哈哈 OK的 沒有 但是喔 他真的很推的是他的主角 還有他那個烘蛋啊 欸 真的很像萬能主角耶 欸 可是 他吃起來喔 我覺得那個甜度沒那麼高 應該是這樣說啦 他那個滷汁比較多 嘿 所以比較水嫩水嫩 濕 但是其實它是有那個膠質的口感 嗯嗯嗯 其實很好吃耶 好吃好吃 跟我在韓國吃到的那個口味喔 有一點點接近 但是還是有一點小改良過啦 喔 你在韓國有吃過這個嗎 有有有 我有去韓國吃過韓國豬腳 喔 真的喔 但它味道比較重 喔 它味道是下很重的 但是像我們的話 我們剛才吃到那個 欸 它屬於比較偏清爽 可是就是甜鹹適中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很好吃耶 很好吃啊 對啊 重點是夠嫩喔 很嫩啊 肉質超棒 就是它不會讓你那個皮 咬不斷 欸 最令人詬病的都是那個豬腳那層皮 你剛才擦橡皮筋 咬不斷膩還亂嘛 挖這個好柔韌 然後一咬下去就斷掉斷掉 就化開化開化開 超棒棒 然後肉也是在嘴裡 完全不會有那種卡牙縫的感覺 嗯好吃 吃豬腳就這樣最好吃 對啊 然後吃生菜 喔 整個很好吃 欸 可是那個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蛋啊 烘蛋 那叫烘蛋喔 嘿 我那個起司滿到外面 蛋鍋啦 它叫蛋鍋 它叫蛋鍋 我起司滿到外面來 我就覺得畫面好壯觀 而且整個就是起司瀑布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一定要加起司 嗯 我現在沒有吃到幾塊沒有加起司的 嘿 它就很像是台式的蒸蛋 喔 台鮮蒸蛋 但是有加起司 喔 你就真的覺得是韓國蒸蛋 我就覺得好吃很多 超好吃 對啊 而且那個口感喔 加分 又加分喔 呃 加分 加分姐可以來試試看啊 還蠻不錯的 加分姐可不要一直亂入我們的頻道嗎 不要一直來嘛 是你一直call她耶 我一直call她喔 對啊 後面下一次開問說 欸 你找我嗎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在這裡啊 然後弄對我嗎 欸 下分姐你後來上我們節目齁 一起來吃 一起來啦 這間真的好吃啦 各位觀眾朋友也可以一起來吃 真的很棒 喔 尤其是它那個烘蛋 它的柔軟啊 蠻適合小朋友吃的啦 嗯 小朋友也會很愛 那個口味真的不錯 而且它其他的啊 像韓式拌飯啊 然後部隊鍋啊 嗯 味道很充足 也是水準上的好吃 很棒 今天推薦是要給你 如果有機會啊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好啦 要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怎樣 拍我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使縣